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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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新发现我们在现场 大家好 我是亚新 现在呢我在碧石镇 今天我的任务呢 是要把这里的荒地 全部种上我们的树苗 书记就是刚才我挖土的时候啊 我感觉这个土特别的硬 不好挖 这个土究竟能种什么东西呢 你看这个土壤啊 比较平均啊 都是一些沙土 你比如说日米啊 橫树啊 堵了之类 那些都种不了的 这些都是种那些油茶树 这是一块近20亩的荒地 沙利多土质叉 长期限制 为了响应当地政府 扫干净 摆整齐栽股树的号召 今天呀 村里组织了十多人在这里栽茶树 我们的编导 也一起加入了栽树大队 你那个角度还要挖土 看这个角度啊 太清晰了 大概60度的角度 60 60到70度的角度 这样是吧 到这个点 这个点啊 对 可以了吗 这样可以吗 对 有进步 这个是有机肥 它是利于这个茶室苗的生长的 这个是我们 适合日本地生长的油茶树 要把这个营养培去掉 才利于它的根系的生长 那咱们这个水要加多少呢 像这种桶 一般情况要加两桶水 不要往上 不要往上 就 就往这里是吧 其实这栽油茶树 改善村荣村茂是一方面 再等个两三年呀 这十几亩油茶树 可是摇钱树哦 我们这里有一些八毛地 以前是个方山 就利用最快方山 我们进行了摘油茶 来发挥它的经济效益 大概一个顺便就可以长 二十公斤到四十公斤 能够每一年呢 产生那个经济效益 大概应该是十来万点 哇塞 真的可以说 这里是当废地变为保地了 这也让我想到一句老坏 叫做什么 只要思想不滑坡 方法总比困难多